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下看这个文 尽法旷 简文帝照问起机 并知以妖心 请旷为例 旷达照曰 简公修德 妖心一次 便陛下勤修德正 以色天谴 平道必当进城 乃与弟子栽灿 额尔兴灭 这一个公案是劝善 劝皇帝要断恶修善 灾难它就化解了 灾难就解除了 这是发生在晋朝 那么在晋朝 这个浅清山 俗法旷法师 这个浅树这边有著名 浅清山 俗法旷 这一位法师 有一天 这个晋朝的简文帝 下个诏书问候他 是说 几机安乐佛 古代出家的法师 都是有很深的道德学问 跟我们现代是不一样 以前越早 那个时代 出家就越不容易 条件很高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 过去要出家 要考试的 这个考试制度 是到清朝 甚至皇帝 那个时候他才会出 之前都要考试 那么出家人 不但要有在家 这个学问 在家的学问 要达到这个近视 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一般 世俗的人 能考上近视 那就很不得了了 有的人他一辈子考不上 考个秀才 而且还不但要有近视的条件 而且还要通佛法 就是世间法要考 佛法也要考 皇帝亲自兼考 所以越早 骑得出家状 他的水平就越高了 这个皇帝 为什么要这么严格来审核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 佛教是汉朝 汉明帝永平十年 派国家的使节 去西域 请摩藤祖法人 两位高僧 把佛法正式 传到中国来 那你想想看 国家派大使 亲自去引刑 所以请过来的都是 国师 国家的老师 也等于说 就是房地的老师 那房地呢 我要拜你做老师 你的学问 那不能是像一般的 不但世间法要通 佛法当然也一定要通 通过世间法 初世间法的考试 那么他才发一个 度谍给你 我们现在讲批文 你可以去出家了 你够资格当我老师了 那你要拿着这个度谍 进哪一间试验 那你自己去找 找你有缘的 师父去度 所以古时候要度谍 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只有戒谍 没有度谍 以前要度谍 就这么顺重 像我们现在呢 两三下 那个头都光光了 我觉得剃度是很隆重 很慎重的 所以顺治房地 废除这个考试制度 那出家人的素质 一直下降 到现在 什么地皮流氓 通通会出家的 让社会大众瞧不起 这个应光大师 在文超对这个事情 顺治房地 做的这件事情 他很大的批评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你看 国师 就等于现在国策顾问一样 国家有什么重要政策 请教他 所以这个简文帝 照问起机 那你看 横帝端很礼意 先问候 你现在呢 生活怎么样 身体好不好 问候 那这个是礼貌性的 那并且呢 这个就咨询 咨询就是商量 询问 就是跟他请教 我们现在讲 请教了 知以邀心 邀心就是说 天象 那些星象出现这个怪异的形象出来 天上有出现这个妖心出来 就表示有灾难了 表示有灾难了 所以 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 我们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那个妖心很多出来 这个印度神童 他就一直在讲这个什么星位 什么星位 在古代 你这个位置不对 邀心出现 地球上会有灾难 罗教会有灾难 这个不是迷信 你看那个印度神童 他发表那些 你再去对照一下 真的是这样 所以 这个景文帝就请 邝 这个邝法师 为力 为他呢 来尽一点力 这个 你现在 出现这个妖心 那这个 上天会降灾祸 那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怎么去 化解呢 就请问他了 旷达赵约 那这个 法旷法师 他就回答这个 这个景文帝的赵书 就举出历史上 春秋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 齐国 齐景宫 景宫修德 邀心疑赐 这个 齐景宫 他就施行人证 天上有出现邀心 他施行人证 人证就是好的政策 符合这个 这个 因果 这个好的政策 这个叫人证 那么 施行人证 基因德 一个国家 一个政策对了 那全国人民都受到恩惠了 一个决策错了 一个政策错了 全国人民就遭殃了 所以施行人证 万民都受服了 当然这修善 这个大善事 这了完事性讲 这个 一个政策对了 万民受服 他一万件善事就完成了 以前三间线善事要做十几年 要做三年 现在就一个政策 所以在高位的人 他一个政策对了 他累积这个善 也很大 很多 而且很快 这关键 在一个政策 对不对 所以施行人证 这个就是好的政策 他本来出现邀心 那齐警公施行人证 把这些不好的政策 都修改过来 变成好的政策 他那个灾难就没有了 所以但愿陛下 也勤修德政 所以这个 旷法师也 劝这个景文帝 你效法齐警公 勤修德政 把一些不好的政策 修改过来 施行这个人意道德 那么来防止上天的潜质 还有降灾祸 这是我们佛门常讲 欠他断恶修散 那如果 皇帝你愿意 什么做 来施行人证 平纳 那就平生 平纳一定 尽心尽力 那么为这个 消灾免难来祈福 来祈祷 那这个景文帝 他也 愿意配合 乃与弟子 灾灿 额额 心灭 这个额就是 很快的 妖心就没有了 因此 这个消灾 祈福 也就是说 你要消灾 祈福 你也要断恶修散 你不能一直在 造恶业 然后一旁边求 佛菩萨来降福 那没有感应 佛菩萨是教人 要断恶修散 这个 才会有感应 如果这个景文帝 他不听他的 他一些错误的政策 他也不愿意改 不要施行这些人证 那这个 旷法是给他祈福 也没用 也没有感应 所以关键 还是在 断恶修散 因为这个灾难 是造恶业感召来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 感召灾难 妖心 这便利这个因 你先把它 停止下来 然后修散积德 感召极星出现 你的灾难就化解了 那这样来祈求佛菩萨 神明保佑才会有感应 所以人 你要这么做 所以 自助则天助 你自己 不这么做 天想帮忙也帮助帮忙 佛菩萨想加持 再加持 你接受不到 你有障碍 不是没有加持 关键还是要反省自己 那么这个也算是忠君之行 忠就是欠 欠欠 断恶修散 我们来祈福 像我们现在做 百期训练法会 如果政府愿意 施行这些人证 把那些不好的政策 改过来 那我们来祈福 那个效果就不一样 灾难很快就消掉 全世界的人如果 都施行人证 断恶修散 不要自私自利 不要一直造恶业 要去侵占别人 贪嗔吃慢 修散 不管哪个宗教祈祷 都有效 都有感念 就是关键还是在人心 你散不散 人心散感应散了 不散的感应 不散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 百期训练 同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常常讲 如果政府 社会大众 大家能接受 佛的教诲 那我们来做这些训练 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什么灾难都化解了 那政府这些 他不愿意这么做 他也不知道这么做 他也不能接受 那我们做呢 总是尽心尽力 帮忙减轻一点 这个效果肯定有 关键还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个信心 从自己先做起来 当然要得到好的效果 国家总统他来带头 那这个影响力 效果就肯定不一样 实行人证 这样来祈祷 必定有感应 可惜现在的人 他不相信这个 他相信科学 相信疫苗 不相信这一套 所以那个印度神童也讲了很多 都不依照那个传统的 那个方式来化解 所以神童讲的没错 他说现在呢 疫苗越发展 病毒变种越多 现在变了四种 那后面还会不会再变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道理啊 我们自己先要了解 明白 那么这个公案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